此中台客就爱这一位 砸两百万开干妈店 斗大的柜子 里面放了数不清有几个的大同宝宝 怀旧位十足的魏王吉卡香 公仔与帆布袋 避免挂上经典代表黑松商标 这么多台湾宝贝还以为走入那家干妈店 欢迎来到我家季宏干妈店 去年购物的张季宏 也把他最爱的收藏搬进来 打造成独特的干妈店风格 更挂上特质通名商号 自己当起老板跟客人泡茶聊天 一个小时候都会去干妈店买一些冰棒 买一些玩具 那时候就想说以后如果长大 买一间房子布置一间干妈店 原小时候的梦这样的感觉 门口复古的礼法灯 留下岁月痕迹的老电风扇与椅子 还有阿嬷家会出现的后皱木椅 那又为什么这么爱旧物呢 从小时候五岁就喜欢上那种铁笔尾式牌的玩具 以前大家都是玩那种金刚战士什么 那些比较新的玩具 就对老东西有特别的感觉 从小的嗜好就跟同侪不一样 张继宏十八岁后开始办公办读买老东西 有些新有物甚至要等上好几年别人才愿意割爱 一个月以两万块来讲可能花了一万元出卖的古物吧 整间大概两三百件有 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应该也花了两三百万把不掉 二楼客房也非常有意思 窗头摆上老招牌 还有新有太空造型收银机 日式时代的古老化妆柜 整体装饰充满怀旧宁静的味道 另外张继宏也把存有他儿时建议的物品保留下来 这一台就是我阿公以前留下来的脚踏车 然后我以前就是阿公坐在上面 我坐在后面 小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脚不小心夹到 张继宏说从小大大几乎没离开过彰化 除了守旧 爱的还是这块土地的文化 我只玩台湾的 有原因吗?还是这种没有? 就喜欢台湾东西啊 因为就爱台湾啊台湾的